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罗西批评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拘留 佩罗西在美国国务院组织的第二届高级宗教自由服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佩罗西批评中国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拘留和压迫 他说中国的行为是对世界良知的挑战我们不能允许它继续下去 另一方面贝罗西说许多国家因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利益而没有听取该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虐待行为 并强调国家领导人必须在处理宗教自由方面保持一致才能有所作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千切尔表示 美方所谓的因为中国经济放缓 所以中方迫切希望同美方达成协议 这完全是一种误导 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文中称 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是27年以来最低的 美国关税对那些希望离开中国 前往不征受关税国家的公司产生了重大影响 成千上万的企业正在离开中国 德国报纸世界报写道 俄罗斯配备了背景导弹 欧洲似乎正在准备开战 从而迫使北约动员起来 德国报纸世界报原英北约前副国务卿退役将军 还应离习布劳斯的话说 俄罗斯继续武装禁止的导弹 似乎正准备在欧洲开战并迫使北约动员起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表示 监狱土耳其已从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 美方将不向土耳其出售其预定的预百架F-35战机 他说当前美土间因后者从俄罗斯购买S-400系统 而产生的问题很复杂很棘手 他将此事归咎于前任欧巴马政府 正因当时的美国政府拒绝向土耳其出售爱国者导弹系统 才令土耳其转投俄罗斯怀抱 美国周二宣布对缅甸国防军总司令和其他军事领导人 就法外杀害罗星亚人实施制裁 禁止他们入境美国 被制裁的军人还包括明昂梁的副手 军翁和另外两名高级指挥官及其家属 这是美国在缅甸罗星亚人问题上所采取最强大的措施 월包 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